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五集 那我們今天也是要來回答網友的問題 那學長拍影片的這個期間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網友尋問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粉量的差異性 因為學長所有的影片幾乎都是用20克的咖啡粉當作飯本 然後沖300cc的水 所以20克的340cc基本上是我的絕大部分的公司 只有很少很少的部分會調整粉水筆 那有些網友又想要了解說 那如果我用15克的粉 或者是我用30克甚至40克的粉 粉量不同的情況之下 學長在影片之中所謂的 比如說第一段要給100cc的水 第二段要給200cc的水 這樣的中間的給水差異 要不要做調整了 那這個問題學長其實可以跟大家講 基本上你可以等比放大或等比縮小 這樣聽得懂嗎 譬如說我講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我平常很喜歡沖的一個手法 叫做40cc的悶蒸 中心注水到180 然後60cc的大水 再60cc的大水 所以這個就是40、180 240到300 這是我很喜歡沖的一個手法 那如果我的粉量變成Double 譬如說我要沖40克的粉的話 那我的整體全部的這個4C數都可以乘以2 所以變成80、360、480、600 就是剛剛的數字全部乘以2 基本上層次是會一樣的 因為你的給水的方案 會跟你的粉量呢 會是乘正相關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粉量是乘以1.5倍 那剛剛這些數據都乘以1.5 那如果你的粉量只有80% 剛剛的水量乘以80% 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會回答各位網友們 對粉量的疑慮 但是 但是 凡事都有個但是 而且重點都在但是上 如果你的粉量是變得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考量一個單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你的研磨度呢 有可能要調稍微粗一點點 為什麼說有可能呢 就是因為也不一定啦 那只是說 因為當你的粉變得比較多 你的粉層是不是厚度也會增加 所以整體的流速可能會稍微變得慢一點點 所以呢 你在粉量Double的情況之下 請動動你的腦筋 然後用你的舌頭試試看 這個沖法 是不是跟你的所想像中的理想味道 是不是 稍微厚斷了一點 如果稍微厚斷一點的話呢 就 把研磨度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因為 這個是一個物理現象 粉層越厚 你的流速呢 可能就會稍微變慢 所以 基本上呢 比例上面是可以直接 得比增加 得比減少 但是 如果你刻數越多的情況之下 稍微考量一下 研磨度要不要 調得比較粗一點點 但是粉量變得少的情況之下 稍微考慮一下 研磨度要不要調細一點點 OK 只要能把 這個 概念 建立起來的話呢 無論你是要沖更多或是更少 其實基本上都不是難事啦 都可以沖出類似的程式感 OK 那我們今天的Impact Q&A就說到這邊囉 如果各位還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會找問題來回答各位囉 謝謝大家掰掰 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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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